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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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那一根扭力 它的那个踢你的感觉啊哇拳拳到肉 今天我要试驾的这台车可能是我在 2020 年 所试驾的最后一台车也是最后一台 SUV 所以来一点特别的 它就是 ESA Martin DBX 这个表情会上来看 这个表情是最后一台车就是 公私家的原型格 它就是最后一天照样的 然后她是被弃成那种 但是它就是什么 那么这个表情看 那么这个表情看 这有点不捉到 它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这个表情看 那么这个表情看 如果 flying到 Esta Martin DBX 是这个英伦品牌旗下的首款 SUV 那它也是Esta Martin在重生以后 所宣布的这个 Second Century Plan的战略之下的一款新车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品 我之前就说过这个DBX 推出主要是用来赚钱养家的 DBX 的 DB 其实就意味着这一台车是属于 Esta Martin 这个品牌的 GT 车系里面的成员 但后面的这个 X 其实就是表示它是一台 Crossover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台跨界版的 GT 跑车 那在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这台车它是满满的最新 Esta Martin 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包括整个前脸造型的你远远看就知道它是一辆 Martin 中间的这个厂回也是手工打造二层的 而且你可以选配有不同的材质来打造二层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台 Crossover 它其实也是有 Esta Martin 招牌的 Clamshell 式的引擎盖 而且肌肉感十足 但是这个 Martin 我最喜欢的部分还是这个 DBX 它下方的日行灯设计 而且它还是一个方向灯 你打开方向灯从这边会变成方向灯 重点是它里面还有一个真实的进气口设计 来看看它的车侧 车侧呢这个抑制版部分也是有原置 Extamatic Zagato 的导流处设计啦 是蛮漂亮的 那你这样乍看之下啦 你会觉得这台车其实感觉上不大了 直到我站在它旁边过后 它的体型其实是蛮大的 它的这个车高达到了168cm 1.68米 就是和我一样高的这个概念啦 这个车顶线条非常的低爱 然后呢 设计师也坚持采用Extamatic 1.2 的黄金比例 也就是说这个车窗是1 车门是一个2 这个车尾设计算是我看过这个所谓的 性能豪华 SUV 里面当中啦 数一数二帅气的一个设计啦 它的这个设计其实主要是源自于Extamatic 的这个 Vantage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哇 内线式的这个压嘴式尾翼 然后还有这个横贯整个尾门的这个 LED 灯条尾灯啊 这个真的是太帅了 下方呢还有一个大型的扰流器 非常的霸气 这个双边单处排气尾管呢 你还可以选配选择有不同颜色和不同的材质 让你的这个车子更显个性啦 那打开它的尾门呢 它有这个电动尾门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箱 其实是蛮大的 它的容量达到了632公升哦 而且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呢 它的这个后座座椅还是可以进行这个四二四寝陶的 能够在大型物件都完全没有问题 上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遮板 哇 是以一个皮革制成的 而且是和这个内饰是相同的一个设计 感觉就是很豪华很奢华的感觉 因为这台车是有这个电子悬吊嘛 那如果你的这个地台你觉得稍微比较高的话呢 其实你是可以按下这个按键 降低这个车身的 就可以看到可以升高 然后可以降低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不要轻易放弃了 而在轮圈的部分呢 这台车它标配的是一个 22寸的锻造轮圈泥物 6个款式可以选择 轮胎方面是Pirelli的P0 前方的尺寸为28540 而后方则是32535 我觉得最可口的地方是它的这个刹车系统 哇 这个刹车翻非常的大 前面是410mm 后面是390mm 至于刹车卡鉗部分呢 前面是一个大溜活塞 而且是Brembo代工的一个性能刹车卡鉗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是这台车还搭载了 我觉得算是一个主动式的电子旋钓 因为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 自行升高车身和降低车身 在这一方面它这个升高方面 它可以升高一个45mm 也让它这个离地间隙从原本的190mm 提升至235mm 遇到盐水也不用怕了啦 至于降低方面呢 你打开这个运动模式之下 它就会把这个车身降低50mm 而且重点是哦 这个电子旋钓它有一个被称为 Access 的下车模式啦 只要你按下这个Access 的按键呢 它的这个车身高度又会再进一步降低一个10mm 在10公里以下呢 是能够进行这项操作的 打开引擎盖就可以看到这一具代号为 M177 的 4.0L V8 双污轮这样的引擎 没有错 这一具引擎是从这个 Mercedes-AMG 而来的 这具引擎它同样是以手工打造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牌写是 Handbuilt in Wales 那在DBX 身上呢 它可以产生550PS 的最大马力 分支扭率则是高达700Nm 而且你们可以注意到的是这一具引擎 它在这个DBX 身上它其实是采用一个 前中置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的这个引擎是在这个前轴的 in between 之间啊 这个全驱系统它的前后比例为53比47 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啦 它可以把这个动力完全收拾这个后轮 也就是以一个纯后驱的形式 来去驱动这台车 那这台车呢这个0-100加速呢是4.5秒 急速呢则是达到291公里 坐进车里面 这一个内装同样的也是告诉你 我就是一台Astern Martin 那这个DBX 它的整个中公胎啊 是完全沿用了DB 车型里面的这个设计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整个全部都是 纯皮革的打造 然后这台试驾车呢它使用的是这个 Aurora Blue 的设计 你如果不选这个颜色的话 你一共还有大概33种的颜色可以选择 在那种部分其实Astern Martin 一向来都很讲究细节 包括在材质的这个使用上啦 它的这个皮革啊有非常多的缝线 然后中间这一个喇叭的孔呢 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一个英伦风 它是一个类似英国皮鞋的那种 布洛克式的设计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包括我们边的那个 Speaker 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设计 在座椅的部分它同样也是采用了 独特的一个缝线设计 然后上方呢有这个 Aston Martin 的 Embroidery 它的这个常规的设计 这个呢是另外加价选配的 中间的这个中央植物箱的这个 四板呢这台试驾车采用的是一个 钢琴黑的材质啦 当然你也是可以有别的选择 好像是这个 Carbon Fiber 等等的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它中间的 采用了一个悬浮式的设计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一个 植物空间 重点是它中间还很贴心的放了一个设计 就是主要是给你放手机的 很特别 再搭配这台车所标配的 14 颗喇叭的高级 Aston Martin 音响系统 就是要播这种歌 整个氛围完全是对的 当然除了这个传统的英伦风以外啦 这个 DBX 它其实也是导入了许多 现代化的元素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仪表盘呢 是一个 12.3 吋的全液晶显示屏 中间的这个主机呢也是一个 10.25 吋的设计 这两个系统啊其实都是源自 这个 Mercedes 上一代的 Command System 那其实在这个 DBX 身上啦 它的这个主机是没有 Touch Screen 的 所以你主要的操作都是依靠这一个 上一代的 Command 的这个旋扭啦 这台车它是选配了另外选配了这个 Touch Pad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Touch 可是我觉得使用上还是稍微比较不太就手的感觉 比较麻烦一点 我最喜欢的是它后方的这个 Paddle Shift 哇这个简直就是超跑的一个景点设计 很大片而且还是固定式的 非常具有战斗格 这辆车啊标配的这个 Fischer 其实真的是很多 它除了有这个 360 度全景摄像辅助系统以外了 它甚至还导入了全套的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了像是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避刹车 车上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车侧 维持辅助啊 警示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功能 它甚至还有这个道路 Roadside 的这个辨识系统 非常的完整 那坐进这个后座啊首先我可以感觉到的是它的这个空间感非常好 主要是因为这台车标配了这个全景式的天窗 它是不可以打开的它是一个玻璃而已 而这个座椅呢虽然说是不能调整 可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其实是 坐起来是蛮舒服的 包括它的这个椅垫的设计呢其实支撑性相当的好 长度也非常的足够 至于椅背呢它的这个清闲角度也是 坐得刚刚好的感觉 我这样子坐下来我是觉得哇这辆车很舒服 只不过我坐来中间的话 诶 其实它的中间哦还蛮不错的 因为它的这个椅垫 中间这边是有一个凹陷的 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坐下来 它是有support到我的屁股的 我觉得诶 坐长途的话 其实这个中间的这个座位也相当的不错 然后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一个独立式的恒温空调系统 也就是说这台车其实是山区的一个恒温 这边呢你可以调风量 你可以调温度 甚至哦原来这一台车的这个后座座椅 不小心打开到了 它也是有加热和加冷的功能的 哇功能相当的齐全啊 然后这里还有这个unlock和lock的button 就是说你后座乘客其实你也是可以解开门锁的 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空调设计 因为呢除了这里有吹风以外 在这个B柱这边也是各有一个 可能大家不知道这辆DBX它其实是一台前中置引擎 然后全区的这个超跑SUV 那它的配重其实是相当的平衡哦 是前54后46 蛮surprise的啦 以一台SUV来讲它还可以做到这个相当平衡的一个前后配重 那实际上我开起来我真的觉得这台车 因为加上因为有全区的关系 其实整个感觉就是很一体啊 这个车尾和车头的响应其实是 蛮均衡的感觉的 并不会有什么推头啊还是可能车尾太重之类的问题 而它的这个加速其实也是相当的平稳 这个我有点surprise啦就是这一具M177 在这台车身上它其实加速方面它并没有非常的暴力 就算我好像我切换这个SPORT PLUS 模式 虽然说瞬间变了另外一辆车的感觉啦 可是呢它的这个加速并不会太过暴力 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稍微比较柔顺的感觉 这一方面我觉得也符合到Aston Martin这个英国绅士的品牌啦 可能大家不知道这辆DBX 它其实是一台前中置引擎 然后全驱的这个超跑SUV 它还是维持到那种绅士感 整个就是很gentleman的感觉 感觉像 James Bond 如果要开着这台车局再开着 基本上就是整个就是很make sense 很符合的感觉 但是你拆一下油 它还是有那个贴背感 而且这个排气上它太好听了 那其实在这个SPORT PLUS 模式下呢 它的这个电子悬吊会把车身降低一个15mm 以带来一个更稳定的行车表现 那我其实相当的appreciate这个15mm 因为过弯的时候真的是太贴了 它并没有像一般的德系品牌那般死硬 而是硬中还是带有一点的韧性 我甚至不用靠这个pedal shift 推挡 这个自排的自排变速箱呢 它就自行先提早帮我降挡了 做这个engine brake 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排气神浪 甜啊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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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这个降挡真的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很暴力的感觉 哇 哇 而且我发现到我切换这个pedal shift 手动模式过后呢 它是不会自行进挡的 带给你更多的这个刺激更多的激情 哇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 SUV 也要有超跑的 这个SUV 了 前面有个弯 点点刹车 然后再踩油 它的这个全驱系统就完美的抓住这一台车 然后四个车轮是很紧的这样子贴着过去的 当然能够做到如此的这个一气合成呢 其实幕后它是有很多英雄在工作的啦 像是这个电子的插速器 还有依靠这个控制每个车轮 刹车的这个torque factory system 来提高它的这个入弯表现 以及这台车还有一个 48V 的电子方勤感 这个方勤感据我所知啦 是让每个车轮可以承受高达 1400Nm 的这个测情力 哇 很高哦 所以在这些东西的配合之下啦 我身为这个驾驶者呢 我只需要很轻松的这样子 紧过方向盘 然后做我想做的这个线条 它就完美达到我的要求了 OK 我现在因为车有点多 所以我再切换回这个GT 模式 也就是所谓的舒适模式 OK 那车身其实有在慢慢升高当中 但是其实在这个GT 模式之下 我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车身的晃动 会稍微比较明显 这也是典型的这个GT 跑车的一种特性啦 OK 前面有黄线 它完美玻璃这些震动 整个开机的感觉就好像那种豪华的 舒适型的这个SUV 加上它的这个MVH 很好 整体的这个整个车厢是非常的宁静 然后这个引擎的运转也是非常的细腻 尤其是在这个GT 模式之下呢 它的排气声浪已经是被MUTE 掉了 然后这个引擎的运转也比较没有那么的积极 没有那么的aggressive 整个呢感觉就是 哇 舒服 你会觉得这辆车就是很豪华 Luxury 的感觉 只不过这个车身晃动就真的是稍微比较明显了一点 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 就 哎呦 太过舒服了 Esta Martin DBX 在我国的售价为 81万8千令吉 那这个价格呢是税务之前的一个售价啦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下这台车呢 算是一个性价比蛮高的选择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台车 它的这个标配 你可以看到啦这个List 非常的长 我根本就介绍不完 相比之下啦 如果同级对手要有这样子的一个spec的话呢 它的价格可能会高出蛮多 甚至可能接近百万的这个range 所以我觉得 81万买这台车其实算是蛮good buy啦 其实市场上这些讲究性能的 超奢华SUV选择并不是算很多啦 那大家熟悉的就有这个Porsche CN Turbo 还有这个Lamborghini Urus 不过 Urus 算是高它一级 那我觉得相比之下 这个DBX 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它的能界度比较不高 如果你想要独特一点的话呢 它是一台很好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它外形长得够低调之余呢 它又极豪华舒适性能 还有暴力于一身 那好啦 那今天这个2020年的 最后一个试驾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 Aston Martin DBX 长得如何呢 我是小明 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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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